今天山东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 离仪等地还降下冰雹 今天夜间多地仍有强对流天气 今天下午 林树 平易 蒙英 离仪市区等地降下冰雹 冰雹最大直径2厘米 离仪市气象台今天16时10分发布冰雹橙色预警 预计今天夜间 离仪市部分县区仍将出现冰雹天气 可能造成较重薄灾 新泰市今天下午也出现强对流天气 天空在很短时间变得暗黄 伴随着大风和雷电一阵急雨迅速降下 在新泰市开发区发展大道由北往南的路上 有几棵小树被大风吹倒 阻碍了车辆通行 热心市民冒着风雨将小树浮起后放到了绿化丛中 截至今天17时30分 山东多地一共发布了117条冰雹 雷电 雷雨大风预警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16时继续发布雷雨大风黄色和雷电黄色预警 受高空冷窝影响 预计15号傍晚到夜间 林椅 枣庄和日照有强对流天气 伴有明显雷电和8到11级雷雨阵风 局部有短时强降水和冰雹 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 雷雨时阵风6到8级 省减灾委办公室发布风险预警 要求各级各部门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做好救援准备